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呢 睡了 睡了 你这红旗干吗去了 他去换药去了 尝尝打完轻微素以后啊 原先的药就不能用了 所以他得换药 奶奶 奶奶 奶 这是你 孙媳妇孝敬您老人家的 妈 干吗 妈 这是你儿媳妇啊 孝敬您老人家的 你看看 上海珍芝酒厂名牌 你儿子 怎么样 买它干什么呀 真是这不浪费吗 什么叫浪费呀 你看看你自己 那个后面那裤子 别闹了 真是 多大人了真是 穿里头的别人看不见 不用那么讲究 穿里头也得讲究 咱们说啊 这个秋衣秋裤 就跟房子一样 舒服着 都是自己的 买 花钱值 妈 你说这个秋衣秋裤啊 咱们一家都有好几套 对不对 这房子要像秋衣秋裤一样 该多好啊 我一套呢 当书房 我一套呢 当卧室 一套呢 当鸡窝 我一养几十只老母鸡 天天下蛋 我早上给你煮鸡蛋 然后给奶奶煎鸡蛋 给儿子呢 看鸡蛋 给我呢 蒸鸡蛋糕 你说呢 奶奶 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须一个土馒头 奶奶她怎么了 拿糊涂的 妈 做什么好吃的 你呢 你妈不懂前菜吗 妈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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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在哪儿呢 臭小子 在这儿呢 我跟你们说啊 得用筷子 要不就长毛了 你一番吃的呢就 妈 你这怎么了这 这不 天哪 已经长毛了 真是的老头 你就让小程尝给尝的 也不敢拉肚子了 什么 外边怎么又弄我身上来了 不是那后几口 不是你喂的吧 不不不 别吵了 这给小程吃了 那能不能拉肚子吗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不能让她媳妇知道 就是 你这你也真是的 你说这个大人吃吧 肠胃还可以 小孩吃的肠胃能行吗 十天哪 下回你不能给吃了啊 你记住了吗 我知道知道知道 咱们都会做的 好 程尝 吃块肉啊 好的 菜来喽 来 快快点 这点饭 好 爸 要不然我来喂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吃你的 来 我们这都习惯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来 来 来 吃口饭 来 来 快点 好 乖乖 姐 焦焦啊 还想吃香香吗 来 是吗 爸 爸 嗯 那要不然这把勺给孩子喂饭吧 那多麻烦啊 我的 还是用勺子吧 嗯 它不是现在免疫系统差吗 这样喂生一点 哦 好好好 好 嗯 叶康 咸不咸啊 嗯 不行 爸 您怎么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您看我这脑子 嗨 洪奇啊 我跟你说 过去都是这样喂的 妈 一直这样 也不代表就正确呀 您想想 万一大人口腔中带菌呢 那不就通过餐具 传到小孩嘴里去了 是吧 要知道小孩跟大人比 这免疫系统还不健全 爸不都说对不起了吗 嗯 吃饭 吃饭 来来来 吃饭吃饭 下降吧 嗯 我就是想 说一下 您看这次 小程拉肚子 本来大家吃的也一样 住的环境也一样 可是为什么大人没事 而小孩都拉了呢 对不对 对对对 洪奇说得对 这次小程拉肚子 主要是因为 您刚才想说什么 没什么 我说洪奇你这人也是 这事都过去了 还老提他干什么呀 吃饭 那这次小程 是到底为什么拉肚子呀 静晨啊 那还没睡好笑 招联了 就是感染上了病菌 肠道不好了 然后就拉肚子了 怎么很简单嘛 怎么一下有那么多说法啊 真要是睡觉着凉了 要不然以后 给他买个肚兜 爸 小程现在很喜欢舔手指头 老舔 有时候老也不舔 那他到底有没有舔手指头呢 不是 我说洪奇啊 你就别问什么原因了 这小程这次拉肚子吧 主要是我们没带好 我跟你赔不适 以后不会这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问呀 你道歉了吗 那你还要让我爸怎么样啊 过下来求您 我没想让爸妈给我道歉呀 我就是想知道 小程为什么拉肚子 下次好避免吧 不已经告诉你 怎么拉肚子了吧 你已经知道了 行了行了 我说你们俩也别吵了 我实话跟你实说吧 小程这些拉肚子 就是因为吃了几口 腌的西红柿 腌制食品 那么脏的东西 怎么能给那么小的小孩吃啊 那会说小孩也爱吃这口啊 怎么在你嘴里 变成脏东西了呢 那事实证明 小程的肠胃不接受这个 以后不要给他吃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不要 你不要用这种命令的口气 跟我父母说话 这饭没法吃 别回来一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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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话啊 你 你听着听 来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 你跟妈妈睡好不好 不 和妈妈睡 你不是说喜欢跟妈妈玩 还喜欢妈妈给你讲故事吗 喜欢吗 喜欢吗 妈妈给你讲故事 然后等你一睡醒觉 妈妈就跟你玩 好不好 不和妈妈睡 来 来 你看 妈妈也二出 诚诚啊 诚诚啊 我的大孙子 走喽 跟奶奶睡觉了 妈 那个 我帮你给他洗澡去吧 不了 不了 晚上就不洗了 奶都洗好了 一洗该醒了 走了 那孩子新生代谢快 这小孩应该 妈 那个 来喽 到脑袋这儿来喽 来喽 到脑袋这儿来喽 一个大孙子 爸爸跟我们一起玩 明天再玩 闹你 你 抽什么风啊你 我抽什么风啊 我是疯子 你一家多好啊 相亲相爱 和和美美的 每个人都能给小程做主 救我不行 你别忘了 是我生的小程 我才是亲妈 为何倒好 要是咱们有自己的方 我才不会把小程 这么送来送去呢 行 我自己的儿子 都不肯跟我睡觉 你干什么呀你 你叫我妈听见 她又以为怎么回事了 你就别闹了行不行 我这是闹啊 那你说 我有没有权利知道 小程是为什么拉肚子的 你有权利啊 但是你也不想一想 那父母年龄都大了 我真是闹啊 那你说 她看孩子肯定有疏漏 不像我们年轻人 她已经觉得 心里边理亏了 你说你非得抛根问底的 是不是得理不让人 那怎么叫得理不让人呢 那我抛根底 还不是希望能够 以后改正不要再犯 这是原则问题 什么原则 温护青 你告诉我 什么叫原则 都是生活那点破事 有什么原则 说就不好听的 这不是我们家 这是我父母家 我妈说的算 什么事你就让一让她 你忍一忍不行啊 过两天她不走了吧你 是 合着我是寄人篱下 还想宣民夺主是吧 真有文化 行不行 是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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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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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这是什么新衣服 好看吗 怎么样 好看吗 不错不错 真不错啊 这新衣裳是好 但是啊 孩子这细皮嫩肉的 是什么事还是穿袖的 那 要不然我锅便水 洗软就能穿了 对吧 你等着看啊 小妻子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 妻妇 还有的 手枪 大孙子 大孙子 好心点啊 来来来 来 我们给她捡起来啊 行 别动别动了 让孩子 孩子建玩具就是这样 回头奶奶捡 不用 不不不 妈 您别帮她 就让她捡 我呀希望能够教育她 做事有始有终 她那么小懂什么呀 真是的 这教育啊 就是点点滴滴入手的 那报上都说了 要从小在家庭里面 给孩子建立起一种规则 报纸 报纸说的话你能信吗 一会儿说 这酱油啊 吃得会长斑 一会儿又说呢 酱油吃得皮肤好 真 那报上要是说 这玩具不能玩 你还得把玩具退回去 真是 妈 您要是 这么说的话 那不成抬杠吗 我抬什么杠啊 再说 你瞅瞅我们家蓝圈 这名大博士 就这么培养出来的 文鸿奇 我跟你说 我们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 也没怎么着 你不是嫁到我们家来的吗 来 小程 我们一起把豆子给捡起来啊 来 走 我说了 奶奶说了不能捡 就别捡 奶奶捡 来 妈妈帮你一起捡啊 我们很快就捡好了 别捡了 别捡了 你说捡的干吗 让我奶奶去玩去 别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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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说了 真好看 真好看 天天 我 我怎么啦 这我哪儿呢 小程 过来 过来 吃什么呢 骨刀膏 给我看一下 你 这婆婆怎么那么脏啊 你也没洗手吧 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要自己拿零食 必须经过大人同意 听见没有 我给她的 真是哪有孩子 不吃零食的呢 可以吃 咱这 这手都没洗 你看看 你看看小程 洗了 那是葡萄干粘的 那这葡萄干可 这葡萄干可是好东西 有维生素 有钙 我特意托人哪 给咱程程买的 来来来 行 喝起来 喝起来 我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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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带你洗一洗 啊 咱们一张点 呃 儿子 你怎么下来了 啊 啊 怎么了 啊 哎 哎 我问你 不计有药垫吗 有啊 前面左转 对啊 走不远就是了 哎哎哎 怎么了 没事 你放心 没跟你妈吵架 没吵架 你这 这什么态度啊你这是 你看看你儿子 你看看 啊 眼睛 我刚检查过了 典型的沙眼器筋膜炎 怎么弄呢 还能怎么弄的呀 就是你妈 太不讲卫生了 哎 睡觉前不给洗脚 吃饭前也不让小程洗手 刚才又给她吃那 没洗过的葡萄干 你这那葡萄干那皱褶里 藏了多少沙子呀灰呀的 苍蝇蚊子都定了 全是细菌 行了行了 我知道 能吃吃人不好 不能吃点饼干呀 那饼干也不能吃 你没听我妈说嘛 那饼干又有油啊 又有面粉啊 这不 这还贵 那是她抠门 不是不是 不是跟你说好了 不是在谁家 就听谁呢嘛 那你跟你妈说 别给她吃那 没洗过的葡萄干了 行行行 早点回来 儿子 你是愿意看下象棋啊 还是咱们上楼啊 还是出去玩啊 你病好得好 行了 看你俩玩的 来 晨晨啊 吃饭饭了 妈 你也不给她弄点肉啊 吃起来香啊 现在这肉也不贵 也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你看看 刚拉完肚子 来吃点清淡的 是 来 你看看 你一句没肉 你看这脸 那样肉 我有办法 我晨晨好聪明啊 这是什么 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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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孩子做好了 我跟你讲啊 吃一口面吃一个葡萄干 吃一口面吃一葡萄干 好不好 来来来来 来啦 来啦 来来来 我一大口 阿姨 乖孙子 这一大口 来来来 快点快点快点 妈 这葡萄干是不是得洗一洗啊 天哪 你什么时候讲究起来了 这个啊 肯定是红旗说的 你们红旗啊 那就是当拜伍当的 一块肥皂啊 能洗一次手 不是太说的 你瞎说什么 这是我自己说的 行了 能瞒得了我啊你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葡萄干 你别别的 跪肠 别开 不是 是发的 怎么又吃葡萄干啊 来来来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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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又脏 咱要给它吃也先泡泡洗洗 一会儿啊 新疆的葡萄干 那那那子外线多厉害啊 那没细菌都消毒没了 妈您是没洗过 您洗洗看全是沙子 我们稍微讲讲卫生嘛 没坏处的 我说红旗 你这是当大夫当的 你有洁癖 这是什么人家 这葡萄干自身的东西嘛 你洗不就没了没营养了 那干脆别要这个营养了 万一吃坏肚子呢 你说是不是 当时受罪的不还是孩子吗 哦 就这么一回 是吧 我 他就拉这么一一回肚子 你们就没还没了了 啊 葡萄 我 好 我还怎么对待这孩子才行啊 不是这意思 妈 妈 妈 我没挑您的意思 别添乱了 葡萄干 葡萄干 行了 闭嘴 李寅 你不看到 你看看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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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e姐 我 dri bathroom 拜拜 干嘛呀 我去吧我去吧啊 怎么回事妈 这小子饿了给他下点面 一听吃马上就不哭了 你穿上这儿干嘛快回去嘛 没事 我去下面吧 你们不在的时候不都是我们干嘛 快点穿上这儿冷 你别动手啊 好好好 快去吧 我去下面吧 走吧 冷冷冷 快来 喂 怎么了 以后别老拉着我 就跟我把你妈怎么着了是 你 快去快去 这怎么 这是 咋了咋了 妈 怎么了 没事吧 我看看 我看看我看看 别乱弄 别乱弄 你拿两脱戳去 去 找上纱布 好 好 当心点啊 好 来 疼吧 疼吧 刚才拿凉水冲过 又抹了汤山高 应该不会起泡了 没事 不疼了 行啦 我去煮面去 您就别忙了 贵城那儿 说不定都已经煮好了 来 也是 你说今天我是怎么了 老人出错了 肯定是因为 这几天我们来 给您添了好多事吧 您累着了吧 妈 您这手 十天之内都不要碰水了啊 十天 那想着吃饭怎么办呢 这不是还有我们呢吗 您都烫成这样 还惦记孩子呀 要不说隔壁亲隔壁亲呢 您对孩子真是没话说 那你还老不满意呢 我没不满意 妈 我 我真没不满意 您不了解我 这人就是那种那种 有点心知口快 说话不中听 您别跟我计较啊 看你 我是没计较的人哪 我就是觉得呀 小程这回拉肚子 我也没想到 您别再说这事了 我态度也是不好 您看我 这也是难得见到孩子 心里面还是着急 有点紧张 你说孩子生病 还不常有的事吗 您放心啊 没事 这面做好了 您 您 您又怎么了 红旗 这妈怎么了 没什么 我说你今后啊 别老跟着红旗嚷嚷 是的 我们俩挺好的 是吧 好 好 好 你说怎么还不回来呢 这都几点钟了 可真是的 这玩起来是没时没场没够 我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啊 他们带他出去 那万一出点什么事 可怎么办呢 这桂成和红旗 是小程的后爹后妈呀 稍糙点行吗 我只说呀 这年轻人办事了 太鲁莽了 就拿买玩具这事来说 爸 妈 我回来了 爷爷 奶奶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怎么又买玩具呢 不是 可超 你说 你跟奶奶说 你今天玩了几次碰碰车 五次 五次啊 这人送的 洪琪啊 五次得多少钱呢这是 您有金色也让你掏空了 哎呦喂 以后我不是牛笨 哪那么容易就掏空了呀 妈 我发现这钱到您这儿啊 就变得特别值钱 我跟你们说啊 以后呢早点回来 黄昏的时候啊 你小鬼最多了 万一要是负了身呢 可是不得了 以后太阳高高的得回来 哪是那么大胆的小鬼呀 他要真碰上红旗 踹死他 对不对 对 妈妈更厉害 这话能乱说 对了 妈 小程已经答应我了 这些天啊她跟我睡 这样您就可以 好好睡几个整觉了 是吧 小程的话你也信哪 半夜她准找奶奶 程程啊 你说跟谁睡觉啊 跟谁睡啊 妈妈 妈妈 不怕呀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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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带的时间再长了 也不如你亲娘了 桂成小时候你也带几天哪 我大部分时间不是奶奶带的吗 到头来不是还给你亲吗 心态百正 那你这话说的你也好了一丝 那一会儿你妈给我受多少气 从来也没帮过 你还提那些沉芝麻烂谷的事干什么呀 睡觉 睡觉吧 行 我得看看这 闹什么呀这是 你干什么去啊 洪奇啊 洪奇 妈 你干嘛呢真是还不睡觉 知道了 别闹了啊 妈 你睡吧啊 真是的 快睡了啊 还笑还笑 你们要再这么笑的话啊 我把程程抱走了 知道了吗 睡了怎么等啊 Gabrielle 你干什么呀 人家爸爸妈妈刚回来 跟孩子多玩会怎么了你 孩子修训也不重要了 真是的 没见过你这样的 老公不像这儿媳妇说话 不是 你说话注意点啊 干什么你 你看我 我就哄你怎么了 睡觉 这是干什么呀 尝尝 你怎么又吃饼干呢 给我 拿过来 不许吃 红旗啊 你怎么又给孩子买饼干吃呢 他有的时候吃一口也没什么嘛 别吃了 饼干是什么好东西 又干又硬的又没有营养 你怎么老给孩子买这些东西呢 饼干也是面食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营养吧 那那时候打仗的时候 战士们不都吃压缩饼干吗 吃了压缩饼干以后 照样的 不是也打胜仗了吗 你说这话怎么这么搅理呢 战士吃饼干 那是因为会激发起 对热菜热饭的向往 那样才能打胜仗呢 真是的 你这孩子的妈 怎么这么教育孩子 我跟你说了 这里头又有防腐剂 又干又又没有营养 你偏要给孩子吃 行行行那少吃一点吧 说完这口别吃了 别吃了 给我 你要吃完这口吗 这是防腐剂 给我 听见没有 给我呀 我说这是 妈 你看她吃一口怎么了 啤酒啤酒 你带我这个桌 妈 你干嘛让她哭成这样啊 不好听是怎么办 哭一会儿就好了 这干什么呀 哭就哭一会儿嘛 你有什么呀一个孩子 你不哭啊 你要吃一口吗 我是她亲妈 我爱怎么教育我怎么教育她 那照你说 就我是后奶奶了 那怎么了 怎么了 那我也不是后妈呀 那我不心疼了吗 这是我的家 关于我弟 妈妈妈咋了 哭好听啊 咋了咋了咋了 怎么怎么回事 你看看又给孩子买饼干 我说过没有 饼干怎么了 好了别 饼干又不是皮刺 吃了你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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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她吃饭吧 你先 来 妈给你撒点啊 好吃不好吃 好吃 好吃多吃啊 好吃吧 吓死我了 你来干吗 你妈派你来监视我们啊 至于吗 你现在都想什么 把监视都给用上了 就为了个饼干 为了个葡萄干 是为了饼干葡萄干吗 你看你妈怎么大孩子 睡觉前不给洗个脚 睡觉前不给洗个手 那么不讲卫生 我说了两句还不行了 还有我给她花钱买点东西 也不高兴 那花的还是我的学完钱呢 真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让她高兴 那你想怎么办 把我妈换了 能吗 把你换了 我舍得吗 那我把你换了 你把我换了 儿子 你同意吗 我同意 我同意 晨 晨 干嘛呢 别敲了 自家人吃饭 你敲就敲呗 妈 别敲了 这饭桌上有饭桌上的规矩 不能让它养成坏习惯 是吧 我跟你说好听见啊 你干嘛 晨晨 晨晨 你上台去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干嘛呢 能敲眼呢知道吗 没事 没事 孩子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在干什么 吃完了就下桌 怎么打奶奶呢 那那那头能随便打的吗 这太不故意打 啥啥 那也不是故意的 来来来来来 别哭了别哭了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来来来 没事没事没事 干吗呢 你吃什么呢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 你怎么又跟孩子 这买饼干呢 不是 我没有 撒谎 说实了 当真面儿撒谎 我不是撒谎 这是上次买的 再说了 您不是也背着我 给孩子吃没洗过的葡萄干了吗 这是我家 我想给他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干吗背着你呀 但是我告诉你 葡萄干能吃 饼干就是不能吃 为什么呀 是 这是你家 那还是我儿子呢 是您家就什么都得听您的呀 对 我们家就得什么都听我安排 文家人就是这个样子 逼回家看人 我们文家人又怎么了 您别这么说 我一直想跟您沟通 可是我说话您也得听啊 老说我挑您理 您看我顺眼吗 我不干家务您说我 我干了家务干得好 您还不高兴呢 是我带孩子 不带孩子您生气 我带了孩子小诚跟我亲了 您还是不高兴啊 行了 你问能不能不当孩子面吵架 来 陈长 陈长 来 跟爷爷上那边吃 走 跟爷爷出去玩吃 成功提 是我愿意找的吗 谁在跟我吵 我哪儿愿意跟您吵 我没事跟您吵什么呀 我这不是 你少说两句吧 别吵吵 别吵吵了 那吃顿饭 麻烦你看 那吵吵什么呀都 你行了你 是我儿子 你有了心 忘了娘 你吓着大说话 妈 我是你儿子 我没忘了娘 他刀子嘴豆腐鲜 有时候他话 他虽然不太好听 心里边他不是这么想的 什么意思你 不想吃都别吃 长八的灯台 只照得见别人家 找不见自己家呀 妈 还是我来吧 你找到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家 又找你生的 你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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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后杖 我不是更 你给我 好 照你的意思 我是找后杖的人吧 我还帮你找我后杖呢 给你带来帮天孩子 你带时候我给你交换了待会儿 你帮他 我惹不起你 妈 我给你 你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吧 找你走 我说了我不要 杨阳 妈 你怎么了 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妈 妈 你没事吧 来来来 你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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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着 你坐着 妈 你手疼不疼啊 我这睡一声 我这我这心里都疼的 你心里疼的 心里疼的 杨阳 杨阳 你腰没事吧 你 你 你真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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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杨阳 追红旗 快追红旗 你先不管他 不管他 你没事对不起 不行啊 破了 破了 什么破了 有血 有血啊 爸 爸 真是你啊 我说这大老远的看着就像你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是说在那边多住些日子吗 我是来感谢你的 前两天你不是打电话给方辰 给了我们一个生孩子偏方吗 你不知道他可当回事了 天天让我严格按照方子去做 没准啊这子真的有希望 那你们俩加油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不是你婆婆欺负你啊 因为蓝桂成 他欺负你了是吧 也是也不是 那天我跟我婆婆 吵起来了 结果蓝桂成就拉片手 推了我一把 结果我被那砸包头了 啊 砸哪儿了 我看看 严重吗 没太大事 他也太过分了吧 这混蛋怎么这样啊 还不是因为我跟他妈吵架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在包头这几天 好像天天都在吵架 你知道我这个人 原来还挺清高的 我觉得我不是一家庭妇女 我有良心 有理想 我是知识分子 可你看 我现在完全被这些生活琐事 给绊住了 给缠住了 你说我跟我婆婆吵什么呢 就是在争夺一个 对孩子的话语权吧 那她也应该考虑你的立场 不能完全向着她妈呀 也许 蓝桂成说的是对的 既然 我们住在她妈妈家里面 住谁的房就得听谁的话 遵循谁的价值观 而我呢 还想篡权 这次啊 与其说是蓝桂成伤害了我 倒不如说是生活 给了我一个大嘴巴 想开点吧 没事 还有我呢 我今天当了这个破釜主任 我就得为民办事 我今年的工作主题 就一件事 给你奔房 还是你最靠谱 等我有了房 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程接过来 按照我的价值观 培养我的孩子 培养我的孩子 来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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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要 要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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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来 来 红琴 红琴 我对不起你 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不管是有意的 无意的 我都不应该推你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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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像万月划在爱天边 到处霓虹耀眼 仿佛夜空灿烂 你那迷人的笑脸 不要随流星闪现 能否给我一生的浪漫 当时光锁住心中温暖 纵容走过平平满满 让欢乐万岁早早晚晚 能否给我一生的浪漫 让心灵变得简简单单 从容走过后够看她 渴望的幸福就再见面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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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